Hello 大家好 我是Via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备婚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备婚经验以及我踩过的雷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虽然我结婚已经有两年多了 但我还是经常会私信收到一些小姐妹关于备婚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在这期视频里面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内容呢是有一点多的 对着 我的电脑差点掉 我怕我自己会有哪些点漏掉或忘记 所以我把我自己要说的都做成一个word文档了 足足有酒页 所以内容还是很多的 有需要的姐妹们可以先一键三连 然后拿出小本本做笔记了 那我们备婚的第一步就是先订婚了 那订婚的话是需要提前一年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订婚的时候就双方父母见面 然后订下结婚的日期 因为我们需要订好日期之后才可以订酒店婚庆四大金刚这些 像订婚呢每个地区基本上风俗会不太相同 就比如我们家那边和龙哥这边的订婚的习俗都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家那边订婚就是需要要给彩礼 然后要送一些礼品到女方家里 然后还会有婚书 那些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我们家那边的习俗 然后龙哥家这边的习俗呢 就是订婚的时候需要双方的亲戚长辈之类的 然后一起吃饭 然后女方是要给那些长辈们敬酒 然后那些长辈们是要给女方见面礼的 对然后还要买三斤如果不买三斤的话 男方父母可能会把这个买三斤的钱给到女方 对就是这样的流程也不复杂 我们当时就是跟着龙哥这边的习俗走 其实订婚的时候根据哪一方的习俗来走都是无所谓的 这个就双方商量一下或者听取父母的意见就好了 然后订完婚订完结婚的日期之后就可以陆续走下面的流程了 我们订完婚订完日期的第一步就可以是订酒店了 因为比较好的酒店比较好的日期是非常难定的 尤其是在五一十一和各个情人节的时候 那个酒店是超级的难定 然后我再说一下选酒店的时候需要避免的一些坑和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们选酒店的宴会厅的时候呢 那个听高一定要高一些 因为如果听太低的话会显得比较的压抑 而且也没有听高的显得那么的大气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听高太低的话 在后期婚礼现场设计装饰吊顶的时候空间就会不足了 那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是在春夏不冷不热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办一个室外的婚礼 因为室外拍照的话光线会很好 而且整个布置下来也不会花特别多的钱 然后整个灯光的钱也省下来了 如果你是举办室内婚礼的话 那你选择那个宴会厅 最好是选择暗厅 因为暗厅的话你灯光效果会很好 我结婚的时候我婚礼现场宴会厅的房顶是透明的 就是说它是在室内光线没有室外那么好 但又不是全暗的一个厅 灯光效果出不来 光线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算是我婚礼的时候踩的一个雷了 大家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订完酒店之后就是拍婚纱照了 因为从你选择拍婚纱照的店 到你预定到拍摄到选片到出片 大概要四五个月的时间 它的周期还是挺长的 所以一定要提前准备 一般情况下 你从拍摄到出片也要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最少也要在婚礼前的三个月进行拍摄 那拍摄婚纱照的价格 从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我个人认为婚纱照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有用 之后你也不会再翻出来你的婚纱照去看了 所以我当时就是只拍了一些婚礼现场能用到的照片 我当时是拍了四套衣服 有一套是穿婚纱的 一套是家居日常的 一套是那种国潮风的 还有一套就是比较高级显气质的 对就这四套 我基本上都是在摄影棚拍的 就没有出去旅拍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旅拍的话其实你玩也玩不好 拍照也会很累 然后后期你可能也不太会翻着看 所以我更倾向于把那些旅拍花的钱 用在我之后的密约旅行上面 我的婚纱照已经拍了有快三年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的审美也会发生变化 我现在已经觉得 我现在已经不是很喜欢我之前的婚纱照了 如果我当时花了几万块钱去拍婚纱照的话 我估计我现在会后悔的 像婚纱照的风格的话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但是像那种比较正式的穿婚纱的照片 一定要有因为婚礼现场当天迎宾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迎宾照的 那个需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会比较好 不过这些你拍照片或者是选照片的时候 摄影师和选片师都会想到这些的 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我是18年的时候拍的婚纱照 当时在郑州的话我花了五六千块钱 在郑州的话这个算是比较划算的一个 但是如果你觉得婚纱照比较有纪念意义 你也比较喜欢拍照 比较喜欢旅拍的话 你也可以多拍一些照片 然后去旅拍去你喜欢的地方拍照片都可以的 在订完婚纱照之后就可以去订婚礼策划的团队了 你在订婚礼策划之前 你可以在网上多看一看你自己喜欢的婚礼现场的风格 然后可以多找几家婚庆对比一下 在你订婚庆之前 一定要去你订的那家酒店 去看一看别人的婚礼效果 对尤其是要看同一个酒店 同一个厅 同一个婚礼策划团队的现场布置 因为你只看视频或者是照片的话 其实跟现场的效果不太一样的 因为视频和照片都是美化过来的 像婚礼策划给你的效果图 更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去现场去看一下它的那个效果 你是不是喜欢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预算不是特别高的话 一定不要现场全部都用真花 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全场用的都是真花 钱没少花 但是效果可能真的不如真花和假花搭配来的效果好 同样的预算的话 真假花搭配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一些 我们订婚酒店婚纱照婚礼策划都沟通完成之后 就可以开始预定四大金刚了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摄影摄像化妆师和主持人 四大金刚的话 你就可以让婚姓公司给你推荐一些 一般他们都会有合作的那些团队 一起订的话都会有一些优惠 而且他们的默契度会更高一点 所以在你婚礼的时候 他们互相配合的也会更好一点 而且一般他们合作的也不止一家 你选择摄影摄像的时候 就可以让他们多给你推荐几家 然后可以看一看哪家的风格更符合你的审美 看一看哪一家的性价比更高 我结婚时候的四大金刚用的全部都是 婚礼策划团队给我推荐的 像主持人的话 一般他们也都会有婚礼现场的一些主持的视频 也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哪一个主持人的声音和他的风格你更喜欢 你就可以选哪一个 一般主持人定下之后 主持人就会找时间跟新人去沟通了解一下你们 这样也方便他们准备自己的主持词 或者你对主持人当天的要求 有哪些也可以说出来 比如说不要太煽情呀 就怕自己或者父母在那个氛围下哭得比较伤心之类的 对说到婚礼现场会哭 我想到我结婚当天 只有我化妆和我妈对视的时候 出门之前给父母敬茶的时候 我哭了 我在婚礼现场那个舞台上 我全程都没有哭 是一直笑着的 因为当天我在我的婚礼现场 完全没有想我要离开我爸妈了呀 就没有想一些很难过的事情 只想的都是我要笑 下面摄影摄像老师都在拍着我呢 然后我一定要表现好一点 下面有那么多人看着呢 你结婚的时候全程就想这些 不要哭 然后笑得开心一点 你结婚的视频或者照片出来的时候 效果一定很好 后来我看到我婚礼现场的照片里边 我笑得很开心拍得很好看 倒是龙哥在我旁边一直哭 就像是他要离开家嫁给了我一样 婚纱的话 我觉得结婚是可以租婚纱的 如果你不介意别人穿过那个婚纱的话 是可以租的 因为我觉得买一个不错的婚纱还挺贵的 然后买完之后 你只有婚礼的当天穿一次 后面就不会再有机会穿它了 而且婚纱又大 不好收纳 而且也不好打理 你们夫妻吵架的时候 第一个遭殃的可能就是婚纱 然后便宜的婚纱 可能出来的效果也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租婚纱还是挺划算的 而且你结婚当天也不只穿一套婚纱 还有尘袍呀绣盒呀敬酒服呀 就有四套衣服呢 都买的话 真的很麻烦而且很费钱 像跟妆套 我觉得可以跟这些服装定同一家的 因为这样会比较省事 化妆师去给你化妆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衣服都带上了 这样婚礼当天化妆师也好 帮忙给你整理你的婚纱和礼服 如果不是同一家的话 你租婚纱的那家 可能不会专门去人给你整理衣服 整理婚纱之类的 化妆师也可能只做好自己分类的事 不会去管理你的服装 跟妆师也要好好选 多去几家去试一下 现在一般试妆的话 都是有试妆费的 大概就是200块钱吧 对你挑选几个 你可以先看一下他们的作品 如果你觉得他们画的不错的话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顺便试一下他们的婚纱礼服 还有一点就是婚礼的妆容 跟我们的日常妆容是不一样的 很有可能化妆师画出来的妆容 你会觉得很奇怪 会觉得太浓了 或者粉太厚了之类的 因为在灯光下面 如果妆容太淡了的话 就会非常的不明显 婚礼当天的妆 跟我们平时日常化的妆 还是不一样的 试妆的时候 一定要远看一下 你整个妆容的效果 不要就是拿着镜子 就像放大镜一样 看自己的脸 接下来就是婚戒和首饰了 那有些地方呢 是在订婚之前 都要买戒指和金饰的 有些地方是订婚之后需要买的 对于钻戒呢 我是不追求品牌的 可能是因为当时龙哥也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就是在去香港的时候 直接裸钻定制的 但是钻石的4C 一定要好好挑选一下 4C呢就是说 它的重量 颜色 净度和切工 这四个 我的这个钻戒是58分 SI2 F4 然后3EX的切工 具体的挑选方法 和哪个参数的钻石 性价比最高 可以在网上看一下 网上有很多很多 比较详细的挑选钻戒的方法 然后到店里面 再仔细去对比一下 那我在某红书也分享过 我为什么挑选这个参数的钻戒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一下去看一下 这里我就不具体去说 怎么挑选钻戒了 但是裸钻定制是比那些大品牌 都要划算很多的 可能因为疫情原因 现在去香港应该也不是那么方便 现在我们大陆也有很多 就是可以自己裸钻定制的地方 可以在网上去了解一下 我结婚的时候是没有买金首饰的 因为我那时候不太喜欢带金首饰 然后我婆婆就把买金饰的钱给我了 但是现在这几年做的金饰还是挺好看的 可以去买一些 而且金子也比较保值嘛 以上这些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要在婚礼前三个月完成的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比较琐碎的小事了 是要在这三个月之内完成的 然后就说一下婚鞋和婚包 我们结婚当天最好是穿高跟鞋 因为婚纱真的很压个子 就是如果你穿婚纱不穿高跟鞋的话 会显得你特别的矮 我当时是穿了一个7厘米还是8厘米的高跟鞋的 但是如果你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 不太会穿高跟鞋的话 你一定不要买那么贵的高跟鞋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买了两双高跟鞋 花了将近一万块钱了 买了一双金蜜处的 是我穿婚纱的时候穿的 然后又买了一双菲拉格木的 是穿袖盒的时候穿的 我是想着以后反正还能穿 所以我就买了两双贵一点的高跟鞋 但事实上我结婚之后就 没怎么穿过 就一直闲置着 因为我不太会穿高跟鞋 所以就相当于浪费了小一万块钱 然后婚包的话 我当时是没有买婚包的 大家如果想买的话 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功课 就有很多很多好看的婚包的 像平价的呀贵价的都有 我经常会看到别人分享一些 关于婚包的笔记 我结婚那天是没带包的 因为结婚当天我觉得 包里除了装钱也不太能用到包 我当时就直接把钱装到 伴娘的包里边了 不过现在想来 我觉得花那么多钱买鞋 还不如买包呢 买包现在还能用一用 买鞋就纯闲置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新郎和双方父母的衣服 像新郎和双方父亲的西装 我觉得是定制的话会好一点 因为定制的西服是最合身的 这样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 那定制西服的话 最少要提前一个月的样子去定制 双方妈妈的衣服是可以定制 也可以买成衣的 一般定制西服的地方 也会有女士礼服定制 如果双方父母对于自己挑衣服上面 是比较有主见的 并且他自己也可以挑的比较好的话 你就可以让他们自己挑选 自己去购买 如果不是那么有主见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挑礼服的话 你也可以陪着父母一起去挑选 像商场里面也会有很多 卖正式一点的 什么礼服呀 旗袍呀之类的都有 如果是在郑州的话 像人民路丹尼斯 还有花园路丹尼斯的楼上都有的 还挺多的 那如果双方父母 想要在礼服的剪裁呀 颜色款式上面 呼应一些的话就也可以商量着买 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 花在买衣服上面 其实各买各的也是可以的 我结婚的时候和我哥结婚的时候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没有 商量着一起买衣服 像呼应什么的 基本上 我们的妈妈都会去选择 红色的礼服 然后我爸爸都会选择 灰色黑色或者是蓝色的西装 所以就算他们不商量着买 可能买的衣服也是相互呼应的 然后下面还有婚车 婚车一般也要 稍微提前一点的预定的 像婚车一般都是南方那边去订的 然后我对婚车不是特别在意 婚车一般就10辆到12辆左右 当然尚不封顶 有很多那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就会弄几十辆 那这个就要看南方家的经济状况 以及你们自己的想法了 一般来说是同品牌 同型号 同颜色的车 效果是比较好的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 新娘新郎坐的那辆车 用一个稍微更贵一点的车 然后后面可以跟一些就稍微比前面那辆车稍次一点的作为一个车队 如果找朋友的车找不到那么多同款车的话 也可以选择租车队 像租车队的话 其实也是更省事一点的 也不会担心某一辆车迟到什么的 接下来就是伴郎伴娘和伴郎伏了 像伴郎伴娘几个都可以 但一般都是双数 就比如两个伴郎两个伴娘 或者四个伴郎四个伴娘 然后伴郎伴娘服的话 一般就是婚纱店也是可以租的 或者他们有可能你在他们家订跟装 或者婚纱 他们可以送伴郎伴娘服之类的 但是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有十个伴郎十个伴娘 就他们的伴郎伴娘服根本就不够我用 所以我就去网上租的伴郎伴娘服 然后我就把我伴娘拉了一个裙 然后我们一起在网上挑选 那伴郎服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款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那种西装 只需要他们报一个尺码 然后你去租就可以了 如果在网上租伴郎伴娘服的话 一定要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租 因为这样如果尺码或者什么不合适的话 还来得及去调换 然后就是伴手礼盒洗糖盒了 我结婚的时候伴手礼 我的预算是2000到3000块钱 但是我有十个伴娘嘛 所以分摊到每个伴娘身上 也就是200到300的预算了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比较漂亮的礼盒 然后还有比较精致 但价格又没有那么高的生活好物 然后我们当时不是有早晨起床 会有尘袍照片嘛 然后伴娘穿的尘袍都是我买的 我自己穿了个大红色的 然后给我的伴娘 给他们选了一个香槟粉色的尘袍 对这些尘袍也当做伴手礼送给他们了 刚好当天拍照的时候也可以用嘛 然后也可以再放一些 你平时比较爱用比较喜欢的东西 送给他们 网上也有卖那些搭配好的伴手礼的 你也可以直接整套的买 然后这样就省下你挑选礼物的时间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自己一样一样的挑选 会更加用心一些 洗糖盒的话 网上有很多很多款式 你可以选几个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然后让他们给你发过来 你对比一下 然后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可以了 我结婚的时候 当时是给年轻人那些精致的洗糖盒 给中老年人是那种红色的网兜 因为我觉得中老年人可能会嫌弃 我精致的洗糖盒 装的洗糖不够多 像那种红色的网兜 就可以装很多很多糖和花生瓜子 接下来就是还有婚房装饰物品和接亲游戏 这些也可以提前在网上买 那装饰品呢 就是一些气球之类的 就是装饰你出嫁那天的房间 还有你结婚婚房的卧室那里 对一般就是一些气球之类的 一般洗字的话 父母都直接会去购买了 我们就只需要买我们房间里面装饰的这些气球 接亲游戏的话 可以准备三到五个环节 是用来活跃气氛用的 一般结婚当天是由伴娘来负责做这个游戏 但是也不要准备太过分的游戏 然后时间也不宜过长 因为时间太长的话 可能会影响后续婚礼的进行 当然这个主持人也会拔空时间的 如果快来不及的时候 主持人也是会提醒的 最后就是还有一些拍照的小道具呀 就是拍照片比较好看的 就比如团扇呀 衣架呀 墨镜呀 这些 这些其实可买可不买的 如果有喜欢的 看着买就行了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不买也是可以的 那像婚礼前几天 基本上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抽一下午的时间 去做一下美甲 对做一下新娘美甲 做那些比较鲜的一些款式 这个也可以在网上 可以找到很多那种新娘美甲 就很好看的 如果你头发颜色分层了的话 可以提前去染一下 我觉得结婚当天 深色的头发是比较好看的 会比较适合结婚的 那个正式的场合 最后就是在结婚前的半个月 到一个月 一定要再确认一下 以上的那些事情有没有办妥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其实办婚礼真的是一件超级麻烦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提前准备 一定要分清先后 有计划的准备 才不至于手忙脚乱的 那需要我们考虑的 大概就是以上那些了 那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父母会根据当地的习俗 都会去考虑到的 如果还有什么 我没有提到的备婚经验 或者是注意事项的话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或者是弹幕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要分享的备婚流程 就是以上这些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或者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by bwd6